《江峰漫谈》 播报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28号 今天是星期三 按惯例的是自己给自己放一天假做调整的 但是我看到这几天呢 中共国的穷兵独物 南北两条战线 北边两条战线把冲突热点都提到了一个极致上 北边是历史上首次军机侵入日本领空 南边是不断欺负菲律宾运输船 拿水炮射别人 边射还边乐 结果呢 美国要出面护航了 你说你这水炮引来了火炮 下一步你会怎么样 是不是 尤其对日本这个环节 我看了目前媒体上 还没有把中共这个行动 至少从我的观念来说 没有说清楚 到底是技术性失误误闯 还是有什么深刻的企图 我想呢 我就别休息了 跟大家聊聊我的看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进入话题前呢 先说一个突发的消息 表面上很搞笑 想想都乐 是吧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寓意 这个事件的寓意和天意都值得一说 什么事呢 中共国山西省有个城市叫做晋中市 举行中小学运动会 升了国旗唱国歌 对不对 之后呢 再升运动会会起 结果呢 热闹了 却播放了中华民国国旗歌 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一下热闹了吧 估计这进入市的领导得吃不了兜着走 本来一群孩子的运动会们热闹点 开心点就行了 对吧 非要借此搞些场面政治噱头来 结果悲剧了 一瞬间不用演习 不用饱和攻击 大陆被中华民国给统一了 也许大家会说 就是工作人员没文化 没听过运动会会起 也没听过会歌 上网查一查 你知道这次中华民国国旗歌 因为这次巴黎奥运会成为热搜嘛 都排在热搜词前面 拿来变用了 结果出球了 但是细想 朋友们 你说这中共粉红战狼四处出击 从巴黎到中国大陆他自己的酒店都发现 这五星红旗竟然不在万国旗内 这是什么兆头啊 在结合最近澳大利亚国会 强调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本来的含义 并没有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从而通过了支持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的议案 习近平真是料事如神 是吧 他说东升西降 果然海峡东边的台湾国际地位高涨 西边的中共的这个大陆四处碰壁 这是寓意 那我说呢 还有天意呢 咱说这个让中华民国国旗歌奏响的这个场合 是在山西省 是山西省的中小学运动会 而在中华民国时期 山西省被中共称作大军阀的那个阎西山 它就是最注重教育的民国典范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 它呢 有这么一幅漫画广为人知 画的就是个阎西山 一手拿着秤 一手拿着算盘 全国都知道这阎老西精打气算 可就是这个抠门出了名的阎西山 他对官员 对政府看得紧 他抠的抠的 对政府上 却对教育投资大手笔 1918年的山西 财政支出增加145万当中 125万是拨出去的教育经费 山西最早实现了全义务教育 一个村庄哪怕只有30户人家 都设有一个学堂 全省没有失去儿童 不说别的 你就说习近平的母亲齐心 他们家三姐妹都是在山西完成的基础教育 然而到了100年后 正好是习近平的19大的辉煌时刻了 对不对 2019年 2018年的全国教师待遇排名一丑 山西省排在河南之后排在全国垫底 中共国好还是中华民国好 在教育上 在中小学生的教育上 反差最大 谁把百姓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 谁把百姓的孩子当作正在成长的韭菜 这一笔就知道了 这次在山西的中小学运动会走向中华民国 奏响了中华民国国旗歌 除了中共躺平干部的素质低下 国际形势催生之外 这老天是不是也看不过眼了呢 是不是 曾经说过办教育是天下一等的积德之士 就这个阎西山 还有那些既得中华民国的好的老辈人 是不是看不过眼 把歌曲给换了呢 是不是 当下的中共国到底是个什么样 什么模样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要求各党政机关要习惯过几日子 为此的各省市开始响应 这本来就很搞笑 因为中共一直强调经济形势大好 这最糟糕的时候 他也说出现回声的喜人势头 是吧 既然经济好 还要过几日子 还要习惯过几日子 也就是说那一会半天的你好不了 是不是 要习惯 现在各省市纷纷成立一个叫砸锅麦铁委员会 或者砸锅麦铁办公室 来更极端的表达对习近平过几日子的政策的执行决心 这不免让人一下就想到了58年大跃进 全国砸锅卖铁 打链钢铁 感应超美的荒谬了 是不是 你说这家里的锅都砸了 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你钢铁产量超过英国了 有啥用 除了中央领导的脸面之外 这个国家还能有人民的活路吗 再说了 让党员干部国家机关过几日子 那他们不得变着罚十倍百倍的 让老百姓过紧的要命的日子 是不是 最后不就是为了中共最高领袖过这个最不紧的日子吗 路透社报道 根据台湾军方内部一项 先前没有公开的估算 说是2023年这一年 中共大陆方面在西泰米亚地区的军事演习 花费了约150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根据参加军演的海空装备 没想是燃料多少 消耗品成本的计算而来的 其实我要说 这里还没有办法 估计军演带来的对社会民生的影响 比如说你要军演了 船出不了海了 对不对 你公共基础设施 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频道 你是不是得占用啊 你说这些钱 你拿来吓唬台湾人 你还不如做一些改善民生的实事多好 是不是 至少不用把锅都砸了嘛 对不对 再说了 台湾人也没有被你吓到啊 照样选出了被黑化成说是不懂民主的极端台独 是不是当总统 还增长了国防预算 你更不好打了 还有美台自由贸易协定 还有大量的武器国产化在途中了 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冲突 也在这种逻辑中发展 它越折腾 别人呢 别人的反抗越厉害 它越吃不了兜着走 当中共试图用灰色鲤鱼作战方式 不断的蚕食争议地带的领海和主权 用水炮攻击甚至直接用海警船 去撞菲律宾的运输船的时候 你们还像不像大陆街头的那个碰瓷 是吧 你就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了嘛 你非得赖上菲律宾干什么的 你一个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要世界都跟自己同命运的 这个有影响力打国 就是通过这种手段 彰显自己的强大的丢人嘛 菲律宾与美国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 后面有老大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昨天 星期二正式表明了美国立场 即使用什么 用使用美国军舰来护送菲律宾船 在南海执行补给人物 虽然帕帕罗补充说这需要美非两国商量 但我跟你说这就是客套话 也就是不愿意过分刺激中共的话 你想啊 如果菲律宾没有提出要求 帕帕罗怎么会主动提出护航呢 也就是已经商量过了 这话说出来就等于是警告 你让你中共赶紧收敛 但是目前中共的外交和军事脱节的很厉害 外交部门战狼的动嘴轻松 军队要真动手 他们自己知道底气不足干不过人家 但是如果美军真的来了 谁先提出退让 谁就会替习近平的错误被告 那么这就很危险了 美军要真的来了 你拿水炮 那美军舰上军舰呢 他可没有水炮跟你玩这种游泳池里的滋水游戏 是不是 他也不会让步 因为让步对美军来说也会很丢人 会让整个美国的印太战略 和对盟友的承诺蒙羞 所以军事冲突就会一触即发 我预计中共判断美军的决心之后 会首先让步 中共怎么叫手鼠两端 手鼠两端惯了 那前线溜了 溜号了 全世界都知道他怂了 但他回去开一个清工大会 宣称南海保卫岛礁第一阶段胜利了 表装一下那些撞船呢 开水炮的有工人员就行了 国内宣传口配合好一阵欢呼 哇赢麻了 对不对 日本这边不一样了 你中共运酒侦察机侵入日本领空 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毕竟菲律宾这里还是个争议地区 菲律宾跟中共这边也没有历史渊源 当然国力也非同日而语 为什么中共会有冒险侵入日本领空呢 一天多过去了 我看大家还把问题放在 中日关系是否会变得更加糟糕上 而中共外交部回答也是语言不详 说要去进一步了解 而日本方面的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 除了表态说不仅严重侵犯了日本主角 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除此之外 他也拒绝详细说明中日外交会谈细节 双方肯定现在下面谈得热闹的很 是吧 可以说双方都在小心试探对方的决心 说到外交关系是否会破裂 我们回看 咱们看历史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 日美一直保持外交关系 甚至在战争爆发前数月 还在商量两国首脑会谈事宜 1941年10月18号 日本东条内阁上台 11月5号 日本预前会议通过了对英美和作战的决定 并通过了一个附件 叫做对美谈判要点 分为假案和乙案 提出呢 明知这个美方不接受的要求来麻痹美国 拖延时间 是吧 为了显示日本的所谓谈判的怎么说诚意吧 到12月7号为止 日本驻华盛顿的外交官 一直在与美国外交部进行广泛的讨论 也是美国国务院 后来由于电报翻译的原因呢 珍珠港袭击已经发生了 华盛顿这边美日外交还在持续 所以日本是一个行动力极强的民族 用外交关系来判断日本对于中共侵略野心的防范 准备甚至反击是远远不足的 我们不能这么去看 是吧 要看日本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你看当年为促成珍珠港袭击成功 日本海军早在半年多前 就已经在日本南方鹿尔岛秘密训练低空投放鱼雷和炸弹 有意思的是 鹿尔岛既是日本海军现代化的摇篮 也是美国防御共产主义扩张的第一岛链的北边的始发点 而菲律宾呢 这是第一岛链的南方节点 所以这几天围绕中共的南北冲突热点 我想大家已经有的初步判断了 这一切都与中共要突破第一岛链密切相关 那么为什么中共侦察机要选择男女群岛进行入侵突破呢 首先咱们先看 就是中共这次使用的侦察机是运9 如果是运8 它的战略动机就会很少 也就不值得我在这里说了 因为那可能真的就是一次这个技术失误 或者是某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人员报国心切 跟那个到禁国神社撒尿的铁头一样 是不是 想要在民族主义大潮中赌一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运8运9都是以运输机改装而成的电子侦察机 这个运8是雷达搜索能力 它是以对海面为主 机上有多种反潜设备 功能类似美军的P3C海神式反潜机 是一个什么 就是直接投入战场 任务空间有限的机种 但是运9不同 尤其是侵犯日本的这次的运9JB 它是全功能的电子侦察机 除了可进行反潜与情报收集之外呢 还具备电磁压制干扰等电子战功能 类似美军的EP3A或B猎户型电子侦察机 我在历史上的今天呢 讲过这个南海撞击的故事 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头看 2001年王伟的歼8 撞击美国的EP3侦察机之后 美军侦察机是迫架海南领水机场 因为当时美军压根就没有想到 因为自己会降落敌方的机场去嘛 是吧 所以呢 它飞机上没有自毁装置呢 来保护机密 飞行机组人员的着急的 用这个消防斧是乱砸一气 但是呢 还是把美军最先进的侦察设备 和手段留给了中共的工程师们 当时这工程师上了飞机 拆下来一看 大吃一惊 不说别的 光飞机上那个监听设备和电脑的走线 中共技术人员说自己一辈子都想不到 但是他们如此巧妙的布线 减少了干扰 减少了音噪 继续研究发现更大吃一惊 是吧 说这EP3竟然可以顺着东海到南海啊 就这么走一圈 就把远至中国四川的所有的通讯频率 甚至无线通话内容 全部监听并收录 他爱用哪条就用哪条 如果他能够证实 比如说某一个音频 是中共的某个将领或者是省委书记的 那他就盯着你这个频率了 盯着你这个音频 每个人发誓他像这个指纹一样是特殊的 是不是 好 那么EP3就可以自动记录这个高级干部 这拿着手机跟情妇通电话的全部内容 可以说美军的EP3要比中纪委的工作扎实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南海撞击之后 中共军队迅速下发通知 比营机上干部禁止使用手机是这么来的 当然哪里能禁止的了 是吧 所以呢 中共军队对于美军来说 就如同透明的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 跟大家说 以色列和乌克兰能够在人海中 在战场上精准消灭敌方的关键头目的原因 通过逆向工程 中共的运酒就掌握了美军20年前的主要侦察技术 他们现在采用的主要战术就是什么呢 通过一架轰炸机靠近日本近海 后面呢 跟着运酒 当日本发现 轰炸机来了 赶紧什么 启动防空雷达呀 指挥通信机制呀 同时大量的战机预警机升空了 这些作战单位的关键数据 就被后面跟着那个运酒电子侦察机收集到了 包括地面雷达 你启动的防空导弹系统的这个电磁频谱 飞机和塔台之间的通讯数据都会被搜集 特别是近年来 中共海军经常组成编队 在日本海与俄罗斯搞联合演习嘛 人家看你军事演习肯定重视啊 或者是中共的这个航海编队穿越北海道精卿海峡 进行还日本岛航行 我们多数人会认为 这就是中共的愚蠢的战狼游行 其实还不是 它这一路上 只要日本的军事单位有反应 它就进行数据搜集 那打起仗来 电磁干扰就好用了 是不是 频谱炸弹就能用上了 知道你的雷达频率了 对不对 所以就能派上用场 然后再说一下 为什么从男女群岛侵入日本领空 其实呢 日本方面的个报道 他用男女群岛来指代这次入侵区域 实际上是故意用这个多数是无人岛的这个群岛 来显示中共军方没有太强的目的心 他为什么那么做呢 这是在政治上为双方找台阶下 你后期会谈制造一种温和的舆论局面 是吧 如果日本的老百姓都知道江峰说的这些了 跟政府就干起来了 就不服了 是不是 实际上运久的侦察范围来说 它的覆盖和目标呢 是男女群岛背后的鹿尔岛 因为它很轻松达到它侦察面积 可以达到600到900海里的 还有 以及从鹿尔岛向西南延伸出去的系列的重要岛屿 鹿尔岛刚才已经说了 这是日本现代海军的摇篮 也是美日军事同盟最重要的一个前沿阵地 我们要看到就鹿尔岛以及周边像延美大岛等等 包含了日美航空兵海军的重要基地 雷达站和指挥中心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地理上卡住了东西两个通道 东边是公固海峡 西边是对马海峡 咱分开说 东边是中共试图突破第一岛链的关键 也是美日台三方阻止共产主义的关键 自从2019年开始 日本防御鹿尔岛以南向这个鹿尔岛以南延伸 日本时报2019年3月就报道过 说自卫队部署在西南诸岛上的多个军事基地将相继启动 日本应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开始迈出实质性一步 他针对2013年你作嘛 对不对 啥叫不作不作 2013年习近平一上台就开始了 中共海军经由这个水道进入西太平洋次数明显增多 日本自卫队就在这里配置了射程超过200公里的12式岸箭导弹 以及起掩护作用的11式中程地空导弹 形成了小巧而坚韧的海峡壁垒 覆盖从九州以南至颜美大道周边的所有行进路线 同样的宫古岛和冲绳主岛形成了宫古海峡 是中共海军前出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这个海峡宽的280公里 这个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一旦在宫古岛部署了 刚才说的12式反舰导弹 那足以将该海峡封闭住了 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对中共的防范 是与台湾的防御紧密结合的 宫古岛距台湾岛最近只有330公里 而台湾岛东部海一直被认为是台湾本岛防御的软肋 一旦爆发台海冲突 宫古岛上的12式这个岸箭导弹 就可能成为日本介入的手段 它可以快速机动 到石渊岛 甚至于新纳国岛上 那么打击范围就可以覆盖台湾东部海域 跟台军在花莲的雄风2案件导弹的形成夹击之势 封锁台岛东侧南北海域 也就是说呢 中共侦察机侵犯并获取数据的目的很明确 所以第一条就是要为突破第一岛链干扰美日台三方合作 进而实现包围台湾的军事目的 那第二条呢 咱们看同时这个 卢尔岛以西 他看守着对马海峡 这是中共军队与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的重要通道 我们虽然不尽清楚普京跟习近平聊了啥 他们军事合作条约细则不知道 但是俄罗斯在北方牵制美日军队 或者南下干涉介入台湾南海事务 这是肯定的了 那么如果要这么做 对马海峡是必经之路 也就是说呀 男女群岛以北 以路尔岛为中心的长崎福岗这一带呢 也是中共对抗自由世界 与俄罗斯甚至联合朝鲜的核威社 共同行动的一个关键通道 那么韵九除了为东近太平洋的宫古海峡 和中俄北近南下的对马海峡 这两个咽喉要道之外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首先呢 位于路尔岛县种子岛以西 约12公里的马毛岛 这个本来是一个无人岛 2023年日美政府在1月11日 公布了一个2加2会议联合文件 当中就决定修建马毛岛军事基地 说是四年完工 四年完工是哪一年呢 是啊 2027年 所以2027年的1月份 是不是 那正好应对了情报界评估的 2027年习近平对台进攻计划 针对性非常强 这个无人岛的纬度跟上海是一致的 两地相距只有900公里 完全在美军的王牌战机F35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之内 如果中共发动对台作战 那么对中共核心经济区的报复性打击 就成为非常现实的威胁 中共对此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运九在此搜集该岛建设计划也是重点 另外呢 就是这个鹿尔岛作为西南诸岛的大本营吧 是美日佐世宝等重要基地所在 是美日最新条约设立美日联合指挥中心之后 美军的整个印太指挥权潜移了 这也使共军急于获得美日指挥中心的指挥通讯关键数据 以前的指挥中心在夏威夷瓦湖岛上可能捞不着 是吧 现在好嘛 你来到了日本了 他就来测试了 那么这些数据光是往年的样子 派给编队环导游是达到不了目的的 只有通过侵犯领空这种政治色彩很浓的军事行动 才足以同时触发美国和日本的警报 甚至台湾的反应 这就是此次孕酒的真实目的 好 今天星期三 不放假给朋友们呈现 我对这几个热点的分析 大家觉得有注意 最好 没有的话 有点乐子 高兴高兴 我也很开心 反正这中共的闹腾 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 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悟了亲情性命 就是在号称自己是唯一的中国法统的土地上 唱起了中华民国国企歌 你高喊多少小时统一台湾结果呢 被中华民国收复了沦陷区了 大家觉得这还是一个笑话吗